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Yo 我是老薇 我看今年聖誕節最棒的禮物 應該就是這一款啦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它後面那個豆子 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出組裝的模型 那這一款我覺得700塊錢的景品 組裝景品我覺得其實還蠻值得的 可以看一下說 就是這一次我是覺得說 組裝起來其實應該質感會非常非常好 可以從這一次可以看到說 我覺得它板件的設計它的光澤啊 真的是 我覺得比精品再高一個層次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鮮豔度真的比精品 之前出了炭治郎的精品我覺得質感都好 而且重點它可以組裝啦 所以我覺得可以讓小朋友練練一些 手握力之類的感覺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箱一下吧 可以看到說它這一次給的是絲貼啊 然後我覺得分件的顏色其實算給的蠻多 你可以看到光頭髮這個地方的分件 其實就蠻多片的 那最主要就是炭治郎這個衣服啦 炭治郎這個衣服啊其實摸起來的感覺 我原本以為是軟的 是有那種類似像軟膠的感覺 但沒想到就還是塑膠是硬的 然後可以看到說它顏色已經完全都幫你噴好了 不用貼貼紙我覺得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我跟你講裡面有一把刀啦 然後也是全部都是黑色的 那這一次就是眼睛跟眼睛跟臉的部分啊 我覺得如果單看這個臉的話其實還蠻恐怖的 但是套起來的話其實感覺其實還不錯 最後就是鬼殺隊的這個衣服啦 它這個衣服因為本身顏色就比較深 所以還好因為它外面有套了一層外套啦 所以如果今天只是單純的鬼殺隊的衣服的話 我覺得那個色彩的鮮豔度可能就沒這麼好 組裝方式來講的話其實感覺還蠻簡單的 因為片數其實不是很多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應該都能做得到 那貼貼紙的部分的話應該就是這個滅這個字 會比較難貼一點點 好那今天就快速介紹一下 我們就趕快看一下群組朋友的組裝吧 我覺得組裝方式其實不是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應該說是輕易能夠上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想要組裝的景品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當聖誕節禮物應該蠻推的 好那我們就今天開箱到這邊啦 謝謝群組朋友的組裝 我下期再見囉 拜拜